好 接著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最近醜聞連環報的外科名醫江坤俊 他說被爆出說劈腿院內的護理師之外 也扯出說他曾經性騷擾節目搭檔 女主播鄭凱雲 雖然他不能說絕對沒有性騷擾 不過今天鄭凱雲有發聲明來作出回應 鄭凱雲今天在社群上發文指出 說我很愛我的家人 絕對不會做出讓他們蒙羞 憤怒 難堪的事 從小爸媽就教我做人要抬頭挺胸 凡事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成為母親之後我也教導了孩子 絕對不能欺負人 更不能做錯事還不承認 但反過來被欺負時也不能悶聲挨打 但得出聲呵斥 得尋求正義 雖然正義可能姗姗來遲 雖然路途可能滿步荊棘 雖然堅持可能身心疲憊 但是該挺身捍衛自己時 就該勇敢堅強不退縮 這也讓人感覺似乎是在暗奉 蔣坤菌的行為 接下來讓我們看到 是百萬youtuber蔡阿嘎 日前公布解雇員工蘿拉的真相 是因為對方利用AB合約 榨才高達8位數 沒有想到今天網友陸續發現 她將有多部蘿拉入境的影片 封面罩上面都披上了AB優弱乳 跟獵人吃驚的是 連她的堂妹嘎妹 Aris也被批圖 頓時掀起網友議論 背後是否有更多藏進內幕 有網友在Thread上進一步發問 為何蔡阿嘎退追堂妹 Aris真的很想知道 世紀之謎 記得之前很常看到 咕咕出現在影片裡 結果先是由粉絲幽默帶回 可能只是姐姐Aris忙著追星 接著才調出本尊回答 Aris說超好笑 我還在忙著刷克拉島的票呢 事實上 咕咩非常喜歡南韓團體Seventeen 常透過網路社群 和網友交流追星的相關事情 但面對網路上 和蔡阿嘎有關的問題 她目前選擇以幽默的方式應對 並未多談 另外備受討論的是 咕咩除了封面被批圖之外 和蔡阿嘎合唱的系列 系列影片也被發現 轉為不公開模式 還有人聲稱蔡阿嘎退追堂妹 但也有粉絲幫忙解釋 蔡阿嘎本來就沒有追蹤堂妹 接著讓我們關注到 另外一位YouTuber 就是反骨男孩的成員孫生 他日前遭到網友指控性騷擾 對方表示呢 因為被孫生拍了屁股 感到非常不舒服 而對此呢 孫生昨天現身YouTuber 瘋哥的留言區 他直言 我是要回應什麼 一名D卡網友A日前爆料 自己陪女性有人B 去和孫生聚會吃飯 卻在聊天過程中被男方摸屁股 為此感到很不舒服 在A附上的聊天記錄中 B質問孫生 你剛剛有摸我朋友的屁股嗎 孫生回答有 有這樣拍一下 對此B說 那就是你在搞啊 然而孫生卻表示拍屁股 對自己來說很正常 對他來說打屁股可能不尊重 可能無緣 但對我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認為只是觀念和可接受的範圍不同 雖然該篇D卡文章已經被刪除 不過Youtuber瘋哥11日透過直播 分享了這件事情 對此孫生稍早直接現身瘋哥留言區表示 我是要回應什麼 他完整截圖也不發 當天也跟我說 好啦沒事了 晚上還跟我去愛愛 引來不少網友圍觀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看到 是台北市交通世界裁決所 昨天公布了第52次公告酒駕壘犯的名單 那在這麼多人裡面 酒駕壘犯兩次以上的總共有24名 酒駕壘犯三次是有3名 那麼北市目前已經累計公布的是1117名的酒駕壘犯了 那想問一下V仔 你猜猜看 在這麼多的酒駕壘犯裡面 就是財閥金額最高大概是多少錢呢 我猜大概10幾或20萬吧 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再高滿多的喔 多少啊 答案是54萬元 54萬很多欸 那這樣大概是酒駕幾次才會到這個金額啊 對 因為其實這個真的 說起來真是非常不應該喔 他自己是酒駕第三次了 所以呢 而且他還據測 所以他被除了罰還54萬元 那我們當然就要來看一下是誰啦 我們就看到畫面中 左下角這一位戴安全帽的人 他的名字就叫做林冠宇 因為他是第三次酒駕 而且他還據測 所以被除了罰還54萬元 那因為酒駕據測呢 按照前次金額總共會加罰18萬元 那他的罰還呢又沒有繳 所以呢已經移送了法務部執行署 那台北的分署呢已經強制執行 那現在呢他的汽機車駕照呢 都已經被註銷在案了 也提醒大家喔 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好不好 是 那除了呢就是你有喝酒不能開車之外 其實如果你太勞累的話 也建議大家不要開車 今天上午呢苗栗的派出所旁邊 就發生了一起轎車自撞事故 由於男子他是駕駛的新車 要價至少是302萬的 Land Rover的休旅車上班時呢 疑似呢就是因為他的精神不好 導致偏移了車道 高速撞上了中央分隔島的耗志 整輛車呢是瞬間彈起來 引擎室也冒出白煙 幸好駕駛沒有受傷 不過才開半年的新車 他的車頭啊基本上幾乎是全毀了 一輛休旅車行進入口時 直直撞上分隔島 整輛車瞬間彈起 引擎冒出大量白煙 所幸現場無人傷亡 只是才開半年的新車 車頭幾乎全毀 苗栗市南苗派出所旁入口 12日上午發生轎車自撞事故 張姓男子駕駛新車 又駕至少302萬的 Land Rover休旅車上班時 疑似因精神不計 導致偏移車道 高速撞撞中央分隔島的耗志 警方表示由於撞擊力道過大 不僅休旅車車頭嚴重回損 耗志箱也因此無法正常運作 警方已通報相關單位到場搶修 並派員在現場指揮往來人車 駕駛經檢測並無酒駕情勢 詳細事故原因上代調查釐清 達 除不 mentoring 警方案為主